比亚迪刀片电池的实力有多强 为什么敢终身质保 今天这个维修视频给你答案 这是一辆比亚迪 一二 车主含泪将车放上了手术台 原因是仪表高压电池故障灯点亮 用诊断一读取故障为电压采样异常 这类故障无需纠结直接拆下电池包 那车主为什么不去某店进行质保呢 一开始我没敢问 怕煮熟的鸭子飞了 但直到我拆下电池包才发现 这个电池包怎么还有个小补丁 于是我向车主了解了一下 他是跑网约的 时间就是金钱 这一单没跑完下一单就预约好了 所以平时有磕磕碰碰他也不在意 结果突然某天油门踩烂 速度都提不起来 去某店检查 才发现电池壳被石头撞了个孔 令他崩溃的是聚赔后 爆出了万元级的费用 当时车才几万块 于是听了弟友的话 去了普通修理厂 简简单单打了个密封胶 省出几个W 结果高兴了不到一个月再次爬窝 其实是因为修理厂没有做漆密测试 而停车场长时间潮湿 导致电池包内受到影响 我们打开电池包后 可以看见上面有一层铝护板 所以刀片到底在哪 之所以叫刀片电池 是因为它的片状外形 像一把大长刀 长度达到了960毫米 就这样的封装设计 对比传统电池包空间利用率 能提升50% 整个电池没有并联 只有串联 每十字串电池旁边 就会有一个采集单元 最后汇集到主BMS 这种分布式管理可靠性高 扩充方便 见状幸好一个节点故障 不会导致全系统瘫痪 它的整包都是用锚钉打在一起 急而使用激光焊接 所以根本不给修理工机会 但是做得在牛逼 咱手艺人还是倒高一丈 先利用数据流 找到有问题的电池为76号 万用表测量76号电池电压正常 说明问题点在我们的采集板上 通过分析测量 我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我们更换了一个保险 和一个100欧亩的电阻 至于为什么这两个电阻会损坏 评论区应该没有人能答对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装配复原 准备上车启动 俗话说 只要骆铁拿得稳 手拿妈咪一定狠 如果更换这两个元件 你觉得我要多少钱 不不不 我不是让你的钱 我是用你的钱 给你办你的事 现在我们直接上车启动 OK成功点亮故障清除 数据流全部正常 希望各位跑网约车的 一定要请做保养检查电池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